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白的歌词加上嘶吼的唱腔一时间火遍大街小巷 至今在KTV里都能听到各种鬼哭唠嚎的版本 虽然这首歌几乎成了苏建兴的一个标签 但它却是颁唱自韩国歌手朴湾奎的歌曲《千年之爱》 爱你是王兴林2014年发行的歌曲 甜而不腻的声音跳到好处的可爱 令它一炮而红 在当年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 愣是没有一个人能舔得过这位甜心教主 可以说他唱的这首爱你几乎所有90后都会唱那么一两句 而这首歌却是翻唱自韩国组合 泡泡药的歌曲听我说 爱情抗体是许惠心2012年发行的歌曲 虽然这位女神现在已经无惠了 但娱乐圈还流传着她巨白巨美的传说 她的这首爱情抗体就是翻唱自韩国组合 忘了一次的已经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 这首歌的MV是由王家卫指导张震主演的 说起郑秀文必然会想到她的独一无二和美飞色舞 当年大街上全是这两首歌 虽然这位天后的唱功有目共睹 但却都是翻唱自韩国歌手李真弦的歌曲 爱的是非对错意太多 来到美飞色舞的场合 混合她的冲动她的寂寞不及照顾 我的麦克风是开微博2003年发行的歌曲 凭借该歌曲还通过第四届百事音乐风云榜 最佳新人奖 她的这首歌翻唱自韩国歌手李载正的Double J 原来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翻唱自韩国 认为翻唱演员版哪一个更好听 欢迎留言评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